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们的仇人 想不想试试这张弓 跟我来 来 试一件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样 这张弓何用吗 等一下 我来给你换一个新靶子 你想做徐达那样的开国功臣吗 你已经证明你是个英雄 以后就好好地跟着我吧 我有什么你就有什么 我会把天下最好的东西都给你 拉满你的弓 每一件都要取他的性命 帅哥 你怎么那么努力 神叶 闭我们将得不吓 真单 不是 甭 骆师傅 没事的 她的内功极好 给她腾出最好的房子 用最好的药 吃喝用度 全按堂主的标准 休息去吧 这又是谁啊 新皇帝 新皇帝 乾隆死了吗 陕尉 汕尉 怎么会呢 我是刚刚得到消息 这是一位新皇帝 皇时无子 嘉庆王 一个乾隆已经不容易对付 现在又多了一个嘉庆 我们要对付两个皇帝 是吗 我看不一定 汕尉的名声固然不错 可是常言道 国无二君天无二日 我撩定这朝廷必然会出乱子 你带来的这个人 很不错 很有才能 可是她现在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了 那不更好吗 无牵无挂的 我要把她培养成一条真正的恶犬 放出去就能咬断他们的脖子 有事吗 哨说大典在即 军机处离了旨意 找各地东府道经参加大典 这是名单 怎么没有和林呢 可能是离不开吧 离不开 辅帅大人并不在任上 和林和军们代行七省军务 重兵在握 也许是怕他一走 无人坐镇 叫他回来 大典嘛 都要参加 七省刑员那边 不会有什么大事 喳 这是内务府上的调臣 他们大兴养心殿 要修养心殿 可能是考虑 朕还没死 奇怪 那个地方谁能认识你呢 我想不出来啊 现在已经惊动他们 恐怕 恐怕什么 之前是抓了一个替死鬼 先冒名警惕 现在知道真的出现了 人又没抓着 他们也许是怕夜长梦多 干脆把案子坐实 甚至毁尸灭迹 你干什么去啊 凤秋是我兄弟 我不能不管 你们吓死我了 怎么 去哪儿 他让我找 找我 扎根树全要到齐 我现在有点别的急伤啊 我看你真是病得不轻 连贵雨都忘了 那商量商量行不行 这还能商量 快走 走 走 你们 你们 给主子请了 给主子请了 回主子 沾根处奉旨到齐 善未招呼刚下 就有人 打我养心店的主意 岂有此理 是啊 主子在那儿待习惯了 哪能说离开就离开啊 要修养心店 等我死了再说 主子 您可千万别说这气话 从现在起 你们都给我站在养心店外 我看谁敢打我养心店的主意 上 这 你们这些人 都是朕最得用的 过去是 现在还是 不管大典前还是大典后 你们沾根处的身份 不变 你们所有的差事 依然只有朕来为派 明白吗 明白 去吧 把我们叫来就别说那么几句话 谁要修养心店 什么意思啊 你没看见主子的脸色 谁敢动我 来 林志伟 走里找你 她 杜大人 您找我 你最近去了几次嘉庆王府 修养心殿的事 你听说过吗 我看啊 是内务府那帮人自作主张 想对皇上讨个心宠 内务府 你知道什么 那帮人不怎么样 谁说不是 一群势力小人 珠子这回生得几颗不小啊 咱们是不是做点什么 给内务府传个旨 珠子没让传旨 咱们不能擅作主张 天家无小事 这左边是皇上 右边是太上皇 不好办哪 不过过去打个招呼 还是可以的 是的 告诉那帮人 别让他们再提修养心殿的事了 老主子这回是真生气了 老主子要是生气了会怎么样 你说的 那八层皮算是净的 那这个差事交给我去办吧 我跟内务府那帮人熟啊 也好 你去一趟 这里面牵扯挺大 关系到两位主子 你要想办法私下里去抢 既不能擅自传旨 又要把厉害给说清楚 我告诉你 这才是可不好看 到时候 你那脑子得机灵点 听见没有 你要不放心 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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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到那边的情形 我已经摸过了 今天晚上我想去看看 干什么 去救人呀 我这个人虽然也是狭义心肠 但这种见血拼命的事情 我是不太喜欢 可是时间不多了 你有办法了 就是稍微的阴损了一点 头儿 内廷来了个太监 说是修养心殿的事 是哪边来的 是太上皇那边 还是皇上那边的 太上皇那边 公公吉下 你们吉下 带我们设相暗接纸 不用了 我就是过来告诉你们一声 我就是过来告诉你们一声 警告我示下 你们要修养心殿的事 太上皇已经知道了 太上皇夸你们懂事 皇上登位以后 入住养心殿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太上皇说了 养心殿年久失修 也该好好地见见心了 他没想到的 你们想到了 你们的拆事办得不错 谢太上皇讲义 要动的动作快一点 赶紧多带上些人 请回禀太上皇 奴才们马上就要去干 土木之功不可煽动 要干就得干出个好样的来 干好了 太上皇有省 奴才干脑徒弟 给额娘请安 皇上 坐过来 和珅居然敢到我那儿去要人 要什么人 一个立过宫的人 他查出了和珅 私建南部殿的事 你没说什么过头的话吧 没说什么 忍住了 忍住了就好 皇阿玛这么做 到底是为什么呢 和珅真的动不得吗 你阿玛的心思 就连我 也只知道个皮毛 别急 谜底早晚有揭开的时候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顺着你阿玛的脾气 该不动声色的 就不能动声色 你的根基前 当务之急 是要收拢 你有用的人 现在天底下的官 十有八九 是他和珅的人 你还要做的事 儿子 明白 这是我进养心殿之后 第一件要做的事 你说什么 进养心殿 是啊 大典以后吧 你千万不能提起养心殿的事 那天 有人说要修养心殿 你阿玛非常脑 为什么 他说 这是有人赶他出去 黄阿玛不离开养心殿 你以为 你阿玛膳位以后 他真的 就什么都不管了 你就真的 成了一言九鼎的真龙天子了 别犯糊涂 修养心殿 是不是 你手底下人干的呀 那 你赶快回去 问一问 如果是你手底下人干的 赶快收回成名 千万千万 都到齐了 都齐了 粮图的 画样的 计算工料的 全都分好工了 好 跟我进宫 走 怎么样 你都王八蛋中计了吗 那大批工匠都已经带过来了 一会儿就当 这回有好戏看 照这儿来一巴掌 快点 最好打出红叶来 干什么呀 戏得演得逼真一点 来 真让我打 能否进打了 嗯 嘿 怎么下不去手啊 这算什么 想当年我跟风秋 在街上骗钱的时候 滚烫的红梅球 往大腿上放啊 快点 救人要紧 快点 快点 我知道你喜欢我 舍不得啊 是不是 来 哥亲一口 手疼不疼 你也别生气啊 这叫劝将不如鸡将 打挺坑 这边 我没有打着 你算是吗 这人的 你不得了 你算是吗 你算是吗 我算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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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算是吗 你算是吗 敢拦着她们 她们跟谁急 历令致婚 谁说不是呢 你也不让我暴露身份 要不然我就一脚踹上去了 造反了 这是要造反的 连梯子都扛来了 居然还说是放了纸 看见没人都来了 惊动朱子没有 朱子现在还睡着呢 不过说醒就行 这要是一睁眼看见了 那还了得呀 我得回朱子一声 不能回回来就没我什么事了 你说什么 不是 我说这点事都摆不平 还要咱粘根处干嘛呀 老主子这把年纪 这事你都跟他说 回头还不把他记住个好歹来 你这话说得我心眼里去了 再说了 这一边是皇上 一边是太上皇 咱要是哪句话没说好 回头人父子俩再掐起来 这事咱都不能说 话操理不操 这是明白我 因为 这没想到 你们掺杆处的 杆处还都是个宰相的材料 不就内务府那几个家伙吗 这好对付啊 你用办法 谁让你心得过我 停 看见没有 那儿就是养心殿 能摊上这么一档子工程 是你们这辈子的造化 要知道 你们干的可是天字第一号工程 都给我打起精神 拿出你们浑身的看家本领 给我在最短的时间里 把养心殿拯救如新 我要亲自监工 谁要是出那么一点疲劳 哪怕是错上了一块瓦 错摆了一块砖 我都要他提头来建 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 打得上 听清楚了 开工 怎么回家 拿下 提名皇上 皇上 那那那 总管 那那齐 内务府的 说什么呢 把话说清楚 内务府总管 那齐 已经带着工匠进了养心殿了 什么 现在恐怕 恐怕已经 快去养心殿 谁能拦住他们 谁就是朕的恩人 快去啊 是 快 叫什么呀 叫什么呀 不想说 不想说就算了 我也不想知道 胆子不小啊 擅闯养心殿 知道什么罪吗 谁派你们来的呀 无你妈的个八子呀 说话 我们是封了纸来的 封谁的纸啊 太上皇 放屁 是养心殿的一位公公 来那屋服传的纸 是吗 来 有请胡总管 这位认识吧 胡总管 您老爷要给我们做证啊 做什么证 太上皇差点都没让 你们俩给气死 真的是您的人去传了纸啊 你们俩想找死 他也不能拿我垫背啊 我的人 我有病啊 你们想生官 他也不能做出这种动静啊 胡总管 他真的是您的人呢 胡总管 胡总管 听见了吗 有人传旨 那是不可能的 你把那人叫来 我跟他当面对峙 我把你妈叫来 没人传旨就是没人传旨 有人陷害 那我管不着 这段不归我管 你把我放出去 我给您查查 那是我的正事 这段归我管 您老秉公执政 秉公执政 行 我打着开恩的 开恩是吧 想想看 最近抓过什么人没有 没有 有没有冤枉过谁 没有没有 没有找过什么替死鬼吗 没有没有没有 想不起来是吗 真没有 你要干什么 你让我再想想吧 你让我再想想 大人 让我再想想 想起来了吗 说 是 又一个又一个 什么人 何庄团长的人 没抓人 找了个替死鬼是吗 是是是 听着 先把这个人给放了 把人放了 我们就没事了 太上皇那边 我先给你们担待着 不过听好了 从现在开始 你们要是再走错半步 大天不敢 不敢 我们绝不敢 不行 别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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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们交代了 还得输输罪 知道吗 行行行 您说怎么着都行 破财免财呗 没人出点银子 行不行 行行 出多出少 你们自己掂点 不会太寒碜吧 不会不会 那就每人一万两呗 行行行 别给我 给那个被你们冤枉了的 替死鬼 行 多不多 不多不多 可以可以 我小孩子 哪有 例えば 有人来 来修小新店啊 有啊 赶紧拦住他们啊 您来晚了 什么 要是等您来 这大官小官的红蓝顶子 能摘掉于大片 都办妥了 照您吩咐的谁都没有惊动 干得不错 你们说什么呢 就是您刚说的 我上房那档子事 养心变 这位您认识吧 认识啊 回去啊 好好地给他讨个赏 老主子的一场雷霆之怒 让他给化解了 这是真正的共产 为主子效力 这是真正的共产 这位是真正的共产 这是真正的共产 有内线消息 贺林已经离开大营 又要来进角 回京参加膳位大典 那个大将军福康安 已经病逝 留在他身边的 只有那个可怜的福长安 您是说 跟你说过多少次 要等待机会 贺林匆匆离营 人马不多 这里有他返京的路线 上一次福康安提早一步 去见了阎王 这一次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贺林 他屠杀了我们十几个营战 连孩子都没放过 怎么杀他 他刚刚打了胜仗 不会料到我们会在这个时候 设埋伏 我们不能杀他 什么 我要你去放了他 戴上这张宝宫 还有那个 百步穿扬的神剑手 要你就买道 三十四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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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金 三十 三十 二共 一 三十 雨 一 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们收到消息 有一伙强盗要拦路杀人 我们是来救人的 现在要看你的本领了 你记住 要听我的话 我让你设谁 你就设谁 我们到底要救什么人 当然是好人 不管你是不是他 我认定了你是喜欢我的 以前的事情 你真的一点也不记得了吗 没关系 我倒是更喜欢现在的你 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 我会和你一直在一起 我是你的妹妹 你是我的兄长 真正的生死与共 你要记住 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 你一定要只听我一个人的话 走 进门 这段路很背景 恐怕有乱匪 这段路还算平静 最近没有什么匪情的通报 虽然那帮乱匪销声异计一段时间 恐怕他们会 不会 咱们回京的这条路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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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走 快逐 大人 快点快 什么人 这么好的身手 强盗跑了 你们可以走了 装饰何人 这是我哥哥阿卫 我是阿文 我们路过这里看到有人接到 就顺便出手帮忙 那是你的功吗 可不可以给我看看 想不到在这荒野之中 也有卧虎藏龙啊 谬讲了 我们走吧 你们这要去哪儿啊 我陪我兄长去南京 应明年的五局考试 你要考五局 是啊 朝廷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你要是愿意的话 就跟我走吧 这是七省兵马副都统 何林何军门 哥哥你看 这就是何军门 你要是愿意的话 现在就跟我进京吧 停 您到了 您到了 快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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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您 怎么快要了这是 我去跟你们管玉的说 对半人酿好一点 知道吗 那么硬的馒头 连碗汤都不可以 不给汤就下来吧 汤 汤要半人喝自己酿 这叫什么话吗 不能把人和人间的关系 搞成这个样子 明白吗 真明白 假明白 看你还挺老实的 兴兴着吧 是 是 拿点喝茶去吧 大爷赏你了啊 谁要见我呀 是我 猜猜是多少啊 别害怕 忘了多了猜 哪来的 那我那俩王八蛋像精子 他们放你走 还给你钱 哎呀 不要都不行呢 多少 啊 他们啊 一人给了一整数 一百两 你站稳了 听着 一万两 加起来是两万两 我爸才了 哈哈哈哈 哎呀 两万两啊 他不是内务府的督办 他是皇上的密探 你是说内务府抓的 不是何像要的人 我在大楼院内 看见了真的那个 是我亲眼看到的 我爹让我尽快告诉你 好啊 你们爷儿俩 都是有心之人 那您是不是赶快 二爷回府呢 我还有事你先回去 有事我叫你 那我爹的事 放心吧 凤是给何像效力的 都亏待不了 哥给二爷请安了 哈哈 这不是刘全吗 哎呦二爷 您出兵放马这么些日子 可把老奴给想坏了 这座儿还这么添 相爷呢 相爷在宫里指引着呢 一会儿就回来 二爷 您先沐浴更衣吧 好 带他们进来吧 走吧 哎 那个人是谁 那是我们家二爷 二爷 七省大将军呢 我怎么好像 看见了真的那个 你帮朕办了一件大事 你是万幸给赶上了 这真是养十三千 硬在一时啊 你是怎么知道了修养心殿的事 又能够及时的拦住他们 怎么说呢 咱们内务府的人吧 消息还算是灵通 我前脚刚听说 太上皇 因为有人 修养心殿的事 发了火 后脚我就看见 大总管 带着人扛着梯子 修养心殿去 我一想 这要是撞见了 还不把太上皇 把人家气出病来 这还是其次 因为这件事情 太上皇如果再怪罪到皇上头上 那事可不就闹大了吗 小人也没啥别的本事 就还算是有个眼力劲 所以当时就赶紧叫上徒佐领 还有胡总管 把他们给拦下来 真是万幸啊 朕的身边 要多一些你这样的人就好了 朕也想仰视三千 但如今朝野上下 大多都是和珅的左右 朕哪里去找这三千门客啊 哦对了 我正要回禀柱子 吏部已经把这些年官员的考计 承送过来了 现在正是用人之事 我们可以从中临选一些 提拔俭用 这次养心殿的事 让朕明白了很多 朕的这个皇帝 看来只是个空架子 自己的人要培植 但绝不能张扬 摆布的不好 麻烦不在修养心殿之下 向怀章在狱中自尽 这个案子也算是了结了 他的那个广乐园 朕就先赏给你了 大的赏赐 以后再说 你有没有的 真的吗 就是 朕吧 儿子